Hello, Welcome to Artflow, Here you can use AI to venture on your journey 我现在想看一个不曾于战士绘本故事创建 真的 这是小瑞最近发现的最好玩的项目了 就是这家网站 快来跟小瑞一起看看具体各项功能如何实现了 Hero Story排在第一位 看起来还是个新上线的功能 那我们就先来试试它 点击来到这个页面 填写你的英雄属性 需要填写年纪 性别 人种 有什么超能力 我的选择是中年 女性 白人 会控制火 我们的英雄很快创建出来了 这里是故事面板 他创作了一个故事 并且由故事情节生成了五幅图 你可以更改故事内容 或者点击右上角 Export the Video 直接导出为影片 创建需要一点时间 故事虽然老套 不过这种质量的影片制作起来 也不是很简单了 我就搞不定 这个链接 你可直接copy分享出去 这里创建新的影片 这里下载影片 影片可以下载无字幕 或者有字幕的 因为这里只有英文 如果想要后期配音 可以下载无字幕影片 接下来 我们到图片工作室完 这里首先是AI绘画 我们要来看看这些参数 这里选择图片类型 肖像类型 通用类型 室内 室外 肖像类型 就是可以做说话影片的那种头像 我选室外 我要画一个有关乌鸦的预言故事 后面是图片的比例 我要放到这个影片里 选择3比2 如果是要做短视频 可以选择2比3 或者1比1 这里写要生成图片的提示词了 你想要的画面 图的风格 情绪 构图 色调等细节 都可以写出来 我的乌鸦故事 已经由Club帮我写好了 这一项 如果有不想要在图片中出现的内容 可以点开它 在这里面填写 该选图片风格了 这里的所有画风 我都很喜欢 选择不同的图片类型 这里的风格 显示也不一样 画风可以选多种 它会进行融合 好了 点击符号生成 图片的生成很快 我觉得很不错啊 这个画风 也非常适合我选的主题 问题多少是会有的 AI绘画吗 这很正常 点击符号 可以继续生成 一会我们做影片 需要多几幅图片 这一次的画作 也很有氛围 现在我们可以去制作影片了 哦 之前补充一下这里的variant功能 它是和Mate Journey里面的Mate Variations 差不多的功能 你可以选择图库中你创作的图片 来进行微调 这里的选项 最小就是和原图的差异最小 最大就是差异较大 下面的提示词可以修改 也可以原样不动 那我们来生成看看差异 这幅图 差异滑到最大 出来的图人物全变了 这幅图 差异滑到最小 就是微调的效果 你也可以在浏览单张图片时 选择这里的variant来微调 这张好完美啊 我发现 这个网站的AI绘画质量 还真的不错 不过风格比较局限 它没有特别写实的那种 好了 现在我们要去做影片了 点击video studio 影片工作室 最上面 它支持最多20的镜头 也就是20张图片 场景选项 可以选我们画的 还有图库里面的图片 也可以自本地上传 character 要选这些 也可以去image studio 选择图片类型为 portrait来生成自己想要的头像 dialogue 对白 站上有很多个性化的声音可选 可惜没有中文 最后的effects 效果 里面有镜头动画 还有滤镜风格 点击scene 选择想要制作影片的图片 下面的文本框里 粘贴这幅图对应的对白 我用的就是生成图片的预言故事 选择一个合适的声音 hi there if you like what you hear you hi there if you like what you hear 这个很适合 点击这里可以试听 依次选择图片 贴好对白 选择声音 这里只是示范 所以之前我只进行了两次图片生成 在实际制作中 你可能需要多是几次 以得到更适合的图片 都调整好后 点击右上角的export导出为影片 起个名字 黑夜莱克 the night visitor 同样 生成影片需要一点时间 制作好了 来看看效果如何 when the night falls the crowds will return the silent forest will echo with lament three cries will start on the souls in deep night frightened children hold their breath and listen the sunlight retreats the darkness emerges the angel of death spreads its wings the crows cry out the rays ripen to red blood drips profusely rotten leaves and woodfall the sorrowful song never ends when the red moon hangs high crows gather together secrets will eventually surface the truth revealed the prophecy fulfills no one is spared the night falls the crows return club写的这个预言故事 似乎值得再认真做一次呢 影片同样可以下载为字幕款与非字幕款 最后 我们再来看看 让头像说话的影片是如何制作的 同样在video studio中 选择场景 之后选择character 其他的操作和之前的绘本影片一样就好了 选择头像进入场景中后 点击头像 上面有圆形头像 去背景模式和镜像模式可以选择 小瑞要做一个四个女孩在同一场景说一个故事的影片 中文字幕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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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作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有很多玩法啦 回头我还要好好琢磨琢磨 这几张脸有点变形 用战内提供的头像效果会好很多 比如这个 小瑞在这家网站上玩了半天 真的是太好玩啦 那么提供这么多好玩的功能 会员应该不便宜吧 不过呢 它并没有付费计划 看这里的显示 注册会有image credits 100个 不过这100似乎是不会消耗的 就是说图可以随便化 不过生成影片每一个镜头 及每一幅图需要消耗一个credits 所以最初赠送的应该是30个 那用完了怎么办呢 这里有一个申请链接 申请成为先锋计划的一员 这是什么操作呀 不得不说 我对artflow充满了好感 当然 我去申请了 希望可以通过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您认为我的视频有趣 或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您能为我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感恩 感谢您的观看